冰箱除霜 现代生活你不开冰箱 但是冰箱使用久了就会结霜 特别是夏季 冰箱面壁很快就会出现一层白霜又费电 因此为冰箱除霜就颇为重要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除霜前一定要先切断电源 以保证安全 那么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除霜的方法吧 第一自然融化 断电后把冰箱的东西拿出 等待冰箱融化成水后擦拭即可 第二除冰铲 把霜铲下来把冰箱里的水擦干 切记使用力武强行除霜 亦造成冰箱冷泥管损伤 第三塑料薄膜 在放入冷冻食物之前 将冷冻室壁铺上一层塑料薄膜 当需要除霜时 只要撕下冷冻时的塑料薄膜 就可以除了霜 第四吹风机或电风扇 用吹风机或电风扇慢慢把冰吹化 并在冰箱的最底层敷上毛巾吸水 经过风吹 霜层会融化得非常快 这样在清理时就比较容易了